我们对于僵尸的形象记忆 大多都来自于林正英电影里 那些身穿清朝官服的僵尸 或者是像欧美英式路那样 受到病毒感染而成为的生化僵尸 亦或是神鬼传奇里 那些有着强大力量的木乃伊僵尸 但你们听说过 在伊斯兰教当中 也有专属于他们的僵尸吗 甚至在马来西亚那边 一年平均会发生 30多起路人撞见这类僵尸的案例 但在其他国家 对于他们的理解却是少之又少 大家好 我是喜哥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是 包头僵尸 Pochong Pochong 包头僵尸 又或者称作为古部僵尸 主要在印尼与马来西亚等地区出现 外形上十分容易辨认 因为这类僵尸全身都以白布包裹 在头 脖子 脚踝等地方被人绑扶固定 只露出那张腐坏恐怖的脸面 这种僵尸的由来 来自于伊斯兰教的葬礼习俗 相传在教徒离世之后 用一整片白色棉质裹 将整个仙区像是木乃伊那样包覆起来 接着也绳索束缚遗体的颈部 手部 腰部 与双脚 等一切完成之后 遗体必须在24小时之内 于白天下葬 下葬的时候禁止使用棺木 也不可以放上任何装饰物品 然而作为奇特的是 遗体在入土四天之后 必须重新挖出 并将之前那些神迹松绑 对于伊斯兰教来说 他们相信王者的灵魂 会在人世间逗留40天 第40天松开神结 逝者的灵魂才能真正获得自由解脱 但如果时间一到 却因为某些原因会意外 导致王者身上的神结没能解开 那他们便会困在一体里 从坟墓里爬出来 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 包头僵尸 不过大多数包头僵尸 并不会危害人间 只是会默默地站在道路一侧 惊吓捉弄路骨的行人 或者是用头撞击门板 请求对方协助 更有传说 如果有人愿意靠近他们 给予拥抱 或者是替他们松开 未能解开的神结 那他们就能获得自由 为了报答恩情 他将来的一生 都会获得无比的福气 可是包头僵尸 就和我们所熟悉的 东方僵尸那样 也有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 而其中两种最惨暴凶猛 一种外形与其他包头僵尸相似 但脸是扁平的 眼窝里空荡荡的 没有眼球在里面 这种包头僵尸 对于眼球 有着异常的渴望 只要被他们找上 他们就会想尽办法 将对方的眼珠扣出来 安置在自己的眼窝里 而另一种 则被称为 波琢麻辣 意思为 红色的包头僵尸 他们是所有 包头僵尸里面 作为一种 会随即杀害碰上的人类 并以残忍的方式 绳持对方 他们最大的特点 在于全身上下 都被红布包裹 凡人若是遇上 几乎是九死一生 波头僵尸 特别喜欢 待在阴气重的地方 像是坟墓堆 或者是树荫下 由于全身被白布包裹 脚踝也被绑上身接 因此他们几乎 都以跳跃的方式 进行移动 至于为什么说几乎 那你们该怎么做呢 没错 用滚的 或许是因为 在波丘那恐怖的外表下 却有着一些 莫名其妙的举动 在西哥所调查的资料里 几乎没有发现 波丘伤害人类的案例 大多都是一些 无伤大的恶作局 就连在印尼 主要岛上的科普村 为了因应疫情管控的政策 则来许多志愿民众 在深夜时分 扮成波丘 游荡在村落的道路上 好将那些耐不住性子 而到处乱跑的民众 吓到不敢没事乱出门 另外我还在购物网站上 看到有些商家突发异响 推出波丘造型的等身暴枕 或许在他们的文化里 暴头僵尸 只是个爱恶作剧的顽皮鬼吧 当然 是玩笑般的恶作剧 还是将人吓破胆的惊吓 都还是得看当事人的勇气了 曾经就为马来文分享过 他当时担任酒店的客房服务员 那天他只一夜班 但本该起职办的主管 因病请假 导致他只能一个人 处理当天的所有工作 虽然失误繁忙 但他依旧有条不溫的 替每位客人 献上最好的服务 直到晚上十点半 他趁着空档 跑回办公室外的阳台抽烟 只要再过半小时 他就可以下班回家 结束这疲惫的一天 然而一通电话响起 打碎了他的安宁 他迅速接以电话 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询问 你好 这里是客房服务 请问需要什么吗 时间电话另一头 没有存在思考回应 只有女人的哭泣声 断断续续 透过话筒传出 不管怎么询问 对方始终没有给出答案 于是他扫了眼电话上 显示的番号 3318 他立刻拿起钥匙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间客房 他先是按了几下门铃 确认没有任何回应之后 不断掏出钥匙 打开房门 并提高警觉 以避免任何危险 然而他所看到的 只有一片黑压压的房间 仿佛根本没有人 入住这间客房 他打开电灯 仔细查找了整间客房 确认现在这个空间 只有他一个人 那刚才通通电话 是谁打的 那哭泣声 又是谁打 正当他脑子里 闪过不安的念头时 他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耳朵后方 被进行吹了一口气 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同时 他的双脚也抖到 几乎站不稳 大叫一声之后 立刻连滚带把地爬向门口 但此刻房门不知为何 被一股距离牢牢压着 他始终无法拉开门把 拿起了像热锅上的蚂蚁石 一阵戳气声 从身后传来 那声音 既想哭声 又想嘶哑 他下意识 是看见一只 全身包裹着白布 面容腐烂的恐怖僵尸 正朝着自己 一条一条的前进 或许心为鼓的惊吓 他全身僵硬的无法动弹 只能看着那头僵尸 越靠越紧 身上的腐败气味 也越发明显 甚至能看到 是从白驱 从僵尸的身体 不停落下 于是他歇斯底里的 大声尖叫 最后昏倒在门边 最终在半夜十二点 巡逻的保全人员 发现了他 除了灯火透明 大门敞开的房间 以及昏倒在一边的他之外 房间地上 到处沾埋着泥土 空气中 还有一股 浓烈无法散去的 不败气味 除了上述的故事之外 《王龙上》的其他故事 也几乎都是 人们遇上普通 被他们追赶的 落荒额头之时 对方要消失的 无影无踪的故事 因此我个人才认为 普通只是个 爱恶作剧的鬼怪 或者 其实想要请人协助 帮忙的灵魂 然而 婆仲真正让 西哥我感兴趣的原因 在于比起 其他类型的鬼怪 婆仲出现的几率 实在太高太高了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 造假的可能性 但在观看影片的当下 享受氛围 也是了群之一 像是有人在 自家的屋顶 发现了 站立不动的包通僵尸 想拿东西 将对方驱赶时 对方却闪声消失 有人在树林里 做灵动实验时 听到后边的树林 传来异响 转身就被躲在 后面的包头僵尸 吓得连忙逃跑 我甚至还发现一个 叫做 的频道 里面的法师 会带领团队 深入山林 相逢他们看到的 每一只包头僵尸 至于这些 是真是假 这些影片的质量如何 就给荧幕前的你们 子行定夺 有兴趣的人 可以在YouTube上 搜寻 Pochong 很轻易就可以查找到 一大堆相关内容了 但由于大多影片里的 包头僵尸 都是以腐烂的状态现身 各位如果还在用餐 就请三思而后行咯 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 喜欢的人 也可以拖着超级感谢 那对我来说 会是很大的鼓励咯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别忘了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咯 我是希哥 我们下次见